许多科学家是利于研究暗物质 是摸不到也看不到的 却可能是组成宇宙的关键物质 诺贝尔奖得主丁兆宗领军的跨国团队 透过外太空观测 有了最新的发展 已经快要可以证实暗物质真的存在 绕着地球运行的太空站上 装置简称AMS的阿尔发磁浦仪 三年前升空持续观测宇宙射线 由诺贝尔奖得主丁兆宗领军的团队 就是要分析宇宙射线中正子的怪异比例 因为不正常的正子特性 就是宇宙中暗物质碰撞的结果 我们的宇宙应该有很 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质量要重 但是这些质量看不见 因为它们不发光 所以我们说这有一些暗物质 在台湾参与这项研究计划的 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张元翰表示 因为暗物质摸不到也看不到 因此全世界的天文及物理学家 都想找出他的答案 而AMS研究团队最新画出的数据走向 跟暗物质的理论模型前半段非常相似 接下来只要曲线再往下走 就可以证实暗物质的存在 张元翰表示 接下来要分析高能量的数据 难度将越来越高 团队或许得花上五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有最后的结果 到时候这种宇宙源起的神秘暗物质 到底是什么人类就会有答案了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桃园报道